女人想要男友陪自己回家见父母 却被男人以工作为由拒绝了 她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从心里理解并体谅她 上班路上 男人背诵自己的会议流程 女友在一旁为她撑伞 哪怕她被路人撞倒 男人也无动于衷 口中念叨的人事工作 就连今天是女友准备了三年的演奏会她都给忘了 然而只是听说过一次这件事的同事都还记得 她根据女友的喜好 决定送她一件红色的毛衣 男人哑口无言 正在家里准备晚上节目的曼莎 无意间看到了沙发上的文件 她紧忙喊来好友 准备开车给男人送去 可等来到时 会议已经开始 她不想男人因为文件失去工作 直接闯了进去 视线停留在了男人手中的文件上 她这才发现自己犯错了 曼莎尴尬的离场 留下的一森一脸无辜的看向领导 会议结束后 伊森向同事诉说 她觉得曼莎很有可能是因为生气在报复自己 并在同事面前将她的种种行为说成了无理取闹 酒杯被同事打碎 她只好提前离场 来到了旅行社 这一幕正巧被正要回家的曼莎看到 她以为伊森这是开窍了 准备带自己去旅行 夜幕降临 伊森乘车前往演奏会现场 司机一眼看出了她情感出现问题 伊森坦白道 随后司机做出了一个假设 司机停下车 这里离目的地明明还有一段距离 就这样 伊森手捧鲜花到了现场 台上的曼莎心里乐开了花 两人在后台相见 准备一起去共进晚餐 一个小男孩喊住了她 她是曼莎的学生 还送了一张自制的卡片 曼莎分享给伊森看 可伊森脸上只有不耐烦 匆匆地跟学生告别 两人来到餐厅 伊森话里话外都在责备今天会议上的事 她还是这样 自私自利 丝毫不在意自己的感受 更可怕的是 她自己正在慢慢习惯 她是女人 是需要关心陪伴呵护的 转身就要离开 然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事 伊森追着她来到车前 想要挽留住曼莎 无意间看到司机正是带着自己来到现场的老人 在她愣神之际 曼莎关上了车门 出租车朝着远处跑去 反应过来的伊森想要追赶 可下一秒 她透过窗户看着奄奄一息的曼莎 眼中写满了伤心与不舍 曼莎缓缓闭上眼睛 然而第二天 死去的女友敬奇迹地出现在自己身边 You're here Yes yes And you're scaring me